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少康 歡迎你來到 TVS少康站情勢 這我們希望的特別來賓 趙逸祥議員 吳稱程委員 尹乃津小姐 柯正委員 鄭正前委員 中佩軍議員 好 習近平最近到歐洲 前天到法國跟馬克宏 準了混了一天 後來到了塞爾維亞 他們認為是要談 中國對塞爾維亞的投資了 另外塞爾維亞的總統 武器齊說沒有辦法形容 太高興了 超過筆末所能形容的 整個街頭掛滿了五星席 歡迎習近平 他說我透過各種管道 請他15次 終於把他遣來了 習近平說他跟塞爾維亞 是鐵桿有儀 主要的他要去被炸的大使館 25年以前老美去炸 然後把人家大使館炸了 死了三個平民 那所以這個老美後來說 對不起情報錯誤炸錯了 不知道是你們大使館 當時炸成這個樣子 當時炸成這個樣子 所以習近平說我們不會忘記 不允許歷史悲劇再次發生 一次就可以了 不要再來了 他在法國的時候 媒體是說他並沒有讓步 習近平 因為法國大概要他兩件事 第二是什麼貿易 第二是台海 還有一個是俄羅斯 但是他說展現叫世界統治者 我是世界領袖 沒有讓步 另外習近平仿法國凸顯 兩個對立的世界 他用巴黎做突破口要分化西方 因為法國一直認為說不要聽美國的 法國有 歷史都光輝 都被光榮 所以我幹嘛要聽你美國的 法國在歐洲裡面 特別是想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所以習近平就從裡面穿路 習近平走了以後 馬克宏在X上貼文說 我們的關係逐漸成形了 就逐漸逐漸有比較好的關係 目前馬克宏說 歐洲我們要保持戰略自主 幹嘛都聽美國的 我們要自立自強 那麼另外說馬克宏要習近平 在經貿上讓步 你不能 經貿上你們那麼強勢 還要賣電動車給我們 我們電動車怎麼趕得上你們 是趕不及你們的 所以我們要給你加關稅 習近平說給我們加關稅 我們在你白蘭蒂上加關稅 所以馬克宏送了習近平兩瓶白蘭蒂 好好嚐嚐我們法國白蘭蒂 我們看一下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 走出專機揮揮手 受到塞爾維亞總統武器其夫婦 熱情迎接 現場不只有儀仗隊伍相贏 習近平還欣賞了塞爾維亞的傳統舞蹈 展示接待高規格 塞爾維亞是東歐的專制體制國家 長期親俄並和大陸保持友好 從一帶一路建設項目中 獲得數十億美元投資 由於5月7號正好是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 被美軍轟炸25週年 習近平這趟訪問是否將前往就址平掉 也成為各界注目焦點 習近平自認為和平使者 然而出訪期間與其他大國的關係 依舊不平靜 就這樣開始了普京第五個總統任期 一宣誓就職 普吉馬上對著麥克風大罵西方 宣揚俄羅斯國力 但這場就職典禮 美國、英國和德國早早就說 不會派代表出席 上個任期發動戰爭 在2030這個任期結束前 普京一舉一動 備受關注 習近平馬上要到修亞利的 這是我們歷史上 兩國關係最好的時刻 另外普丁5月15日要到中國 會跟習近平見面 昨天才展開第五任期 第五任期 但是普丁也說 我們會跟西方持續展開對話 那麼到底俄國會不會買單 大家都希望習近平勸俄國說 穆克蘭戰爭停了吧 停了吧 奧運期間不要再打了吧 讓世界和平吧 歐盟27個國家20個抵制他 連駐在莫斯科大使都不去 參加他的就任典禮 認為他這個選舉中間有舞弊 不公平了 但是法國還是派去了 有7個歐盟的國家派去了 美國也杯葛 但是法國卻去了 來 貞恩怎麼看 那個這個習近平去拜訪歐洲這三個國家 一個大兩個小 當然有他的政治目的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他可以減少他在國際上面的壓力 然後對於美國的外交這個霸權 當然展開一季的回擊 那為什麼選擇法國 當然趙大哥已經特別提到 因為馬克宏他就是完全是帶高了主義的一個信奉者 就是告訴你我跟民主國家會是聯盟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一個主張 你看這個我們這位馬克宏他在這個俄烏戰爭的時候 他就扮演了非常大的一個仲裁的一個角色 不管成效是如何 可是他要凸顯法國是可以走出自己路的一個方法 如果這一次有辦法透過他們之間的對話 然後讓習近平對於俄羅斯能夠做出一些不一樣的一個決定 那對馬克宏他未來能夠在這個整個歐盟裡面的 占據一個霸主的地位 他是往這方面來做一個前進的 那你剛剛所提到的宣揚力 那是就是中國大陸 他一帶一路裡面的第一個響應的 而且他還是有他自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的一個局勢的主在 因為他的這個布達佩斯 他就是整個歐洲鐵路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集中站 所以跟中國大陸彼此之間 不管在經濟在中工業之間的一個建設上面 他還是有需要中國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斯爾維爾更不要去說了 他就是他最鐵桿的一個朋友來說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你看這一次即使上一次這個德國的蕭茲到了北京去訪問 這一次他也沒有邀請習近平到這個德國來就這麼近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個習近平想要透過這一次的方法 只有一個法國大是重中之重 那另外一個說實在是比較微弱比較小的地方 然後他很期望其他國家也能夠硬核 可是你看其他的歐洲國家 對他還是採取一個相當排序的一個態度 所以他要透過這一次的參訪 除了法國之外要建立一個能夠跟美國稍微能夠有這個中間縫隙 可以讓美國不要在整個歐洲國家裡面有這麼獨霸的一個色彩 顯然還有一大段很長的路要去走 不過總而言之對普丁來說 我們也不認為他未來在對於普丁跟習近平有什麼樣的影響 但是我想普丁能夠做到最大的不會對台海有任何的一個觀點 他只不過是支持習近平未來的一個外交路線 我想他們之間的一個互防應該是打到這樣的效果而已 來 印象 其實這滿有趣的 因為習近平去的國家都是傳統來說跟中國比較親近的國家 包括法國在內 因為法國其實是應該算西方國家第一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 1964年好像就建交了 所以確實他們有一個非常獨特的關係 但我覺得雙方都沒有得到他們一個完美的一個結果所在 包括什麼 法國馬克宏其實一開始就提到 他其實專注就是兩點 第一點就是貿易 這個中國對於法國 中國對於法國有一個非常巨大的貿易順差 尤其法國因為近期配合歐盟 即將要調查說 中國是不是國營企業 有一些不當的一些利益所在 來推這個所謂的電動車 銷入歐洲的市場 所以第一個部分 這導致中國很不滿 中國說你怎麼可以調查中國車 所以中國因此也去處理了法國的相關紅白酒 布蘭蒂等等 所以看馬克宏送他這個布蘭蒂兩瓶 其實有他的象徵意義所在 所以法國在貿易上面 但習近平聽說是沒有在這部分做妥協 包括我看到許多的評論家出來講說 他不願意做出任何進一步在貿易上的妥協 因為他認為說 中國支持他們的電動車產業是沒有錯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俄羅斯 因為俄烏戰爭確實是中國跟歐洲國家 一個非常巨大的矛盾點 因為歐洲當然是 大部分國家是非常挺烏克蘭的 中國因為過去跟俄羅斯的淵源 所以持續在經濟能源等等 持續跟俄羅斯有許多的合作 所以這次馬克宏 據法國的媒體所報導 也是希望說習近平至少可以公開承諾 說他不會再去挺俄羅斯了 習近平結果最後說的 也就是只是如過去我們從中國看到的一些新聞稿 所記載的內容 包括說我們不會直接將武器運載到俄羅斯 我們不會給他軍民兩用的一些 相關的產品等等 但是他也沒有進一步在講說 他要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希望怎麼促進俄羅斯戰爭的一個宗旨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確實 但是我覺得習近平也沒有達到 他預設的一個目標所在 因為他預設的目標就是可以希望透過法國 匈牙利這些歐盟國家 來逐漸在這個歐盟造成一些 各國之間的一些矛盾跟掙扎 尤其對於對中政策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得出這上沒有去德國 德國因為這幾年來 因為俄羅斯戰爭的關係 所以採取比較強硬的政策 他也沒有跟這個歐盟進行互動 所以這部分上 可是我覺得整體而言 歐洲雖然對中政策有不同的一些思維所在 但整體而言還是會採取非常強硬的動作 他有跟那個范德萊恩有對話 三方對話 來 乃軍 我覺得所謂的分化歐洲 並不是習近平這次的目的 他這次的目的主要是透過訪問法國 還有他在東歐的兩個非常友好的國家 塞爾維亞跟匈牙利表達 這個中國對於歐洲應該採取 所謂的戰略自主立場的一個表態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在跟馮德萊恩還有馬克宏的 三個人的圓桌會談裡面 其實彼此之間就是各書幾件 並沒有對於關鍵的議題上面 達到一個好像是個妥協的一個立場 就是各自表達了一個看法 氣氛是很融洽 特別是馬克宏花了很大的心思 他在習近平訪問的這個期間的時候 從歡迎到歡送連發了12條推文 其中有4條推文還是寫中文 然後就是很用盡這個心思 然後又是美酒 又是吃火腿 又是畫家常 然後專程把習近平帶到 皮里牛斯山他外祖母的 就是他長大的這個地方 想要靠這種軟公式 能夠來建立兩國之間 特別的友誼 但是我就說氣氛整個味道都足了 可是並沒有在關鍵意義上面 取得突破 而且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習近平在有關於 對於俄羅斯的這個立場上面 他強調的就是說 不要甩鍋給第三國 然後不要去煽動這個新冷戰 然後在產能過剩上面 他也否認 沒有產能過剩的這個問題 現在大家更矚目的 其實是普丁 普丁即將在5月15號的時候 訪問這個中國 有沒有可能 在和普丁的會晤之中 達成馬克宏非常想要的 就是在奧運期間的時候 全球停火 我認為這方面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因為在現在的俄羅斯 跟烏克蘭戰爭的 這場戰場上面 俄羅斯是佔有優勢的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戰時間的停火 對於俄羅斯來說 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 反而是有關於 以哈戰爭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在這個階段 特別是這兩天 是處在一個 雙方停火談判協議的 一個關鍵的時刻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 停火協議能夠達成的話 或許可以期待 在這個奧運期間的時候 真的能夠達到全球停火 而這也是馬赫宏非常想要的 他們現在都包括德國 都說中國的電動車是生產過剩 所以要傾銷 習近平否認 其實我是習近平會這樣講 我說我們什麼生產過剩 對不對 對 就像你們當時賓士 德國的賓士 BMW 奧迪 德國三大好車 法國的標誌 Pershaw 英國的 當然英國也叫好車 什麼最貴的車 頂級車也在Range Rover 這些車也都在英國 Mini都在英國做 甚至最貴的車其實都在英國做 你們當時汽油車財油車做得很好 對不對 你們是生產過剩嗎 不是 我們努力為了全世界的防止暖化 我們努力發展我們的電動車 我們沒有生產過剩 如果你們承認 你們自己在電動車努力不夠 你加關稅好了 你加關稅 對不對 你要保護你 我沒有生產過剩 你要保護你自己 因為你在這方面落後 你要保護 那你就保護好了 因為你也阻止不了人家 加關稅 說實話 但是這些歐洲國家就很丟臉 對不對 他們一直主張市場開放 現在為了保護我的市場 我要加關稅 他現在不是說我保護我 是說因為你請銷我 所以我要加關稅 我告訴你 我沒有請銷你 但是如果說你自己真的 真的不行 你實在是沒有辦法抵擋 你為了保護你自己的汽車產 你加關稅 那是你的自由 你加吧 丟臉丟死了 休息一下就回來 好 那麼怕台海衝突 美國 菲律賓 澳洲 澳洲也進來了 在巴丹島 原來我們看到美國菲律賓 肩並肩對不對 澳國也進 澳國很遠也來了 然後在巴丹島也進 巴丹島 高雄就200公里 非常近 而且他們演習的是什麼 就是大陸萬一 假定了 共軍登陸了 他們講登島 那什麼島 不就台灣嗎 他們反攻 奪島 然後它的幽靈騎士炮艇機 這個炮艇機把中國的漁船給炸了 你炸個中國潛水艇 炸個中國航母 或中國的其他的艦 你炸個漁船對不對 這不是很好笑嗎 他們一直說 一定中國的漁船在打仗的時候 就冒充或是遍布海上 讓你不堪其擾 就把他漁船給炸了 大陸外交部就笑了 所以你這叫做精神勝利法 你弄了個牌 你怎麼炸個漁船呢 不是自我安慰嗎 把我們漁船炸得又怎樣呢 我們漁船很多 你來炸吧 另外德國所以要展現 參加印太事務的決心 德國的陸軍明年也要到日本 參加聯合訓練 都來了 我覺得這也是有 這很多時候就是你不來也不行 大家都來這邊你就來吧 你湊個熱鬧也好 就來嘛 其實就這個意思 你不來人家會說你為什麼不去 如果這邊將來有利益的話 至少我也參一咖 像八國聯軍都來了 德國不排除讓護衛艦 叫做巴登富騰保號 穿越台灣海峽 這是他的外長講的 他的外長說 因為外長是綠黨 德國外長是綠黨 很反中的 說我要穿越台灣海峽 但是德國的國防部長說 我還沒決定是不是通過台灣海峽 所以顯然他內閣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會去印太 我會派兩艘戰艦到印太 但是是不是去台海 還沒決定 外交部長說我們去了 要去南海 國防部說還沒決定 要去台海 國防部說還沒決定 另外德國2021年的時候 他的布蘭登堡級的巡方艦巴法利亞 20年來第一次有的確穿越南海 進入印太 但當時沒有穿越台海 所以德國也才一咖的 我們看一下 連續槍砲聲海面不斷漸出水花 模擬大陸漁船的目標已經不成船型 一發又一發精準打擊 是由美軍新一代幽靈騎士 AC-13動J空中砲艇機 從空中操刀 這是美飛肩並肩軍演 4月底集成模擬大陸船的畫面 首次曝光 擺明美飛就是劍指中國大陸 而就在台海和南海緊張之際 根據德軍官方消息 德軍補給艦巴蘭克福號 從北部威廉港出發 另一艘巡防艦巴登福藤堡號 則從西班牙羅塔海軍基地出發 兩艦再會合前往印太地區 德國國防部長在威廉港海軍基地的記者會表示 歐洲約40%對外貿易貨物運輸會經過南海 但在台海及南海的緊張局勢 對貿易路線的自由航行和通行權帶來了壓力 因此為了支持國際秩序 德軍部署在印太是選項之一 德軍軍艦將通過南海 但不確定是否也會通過台海 因為這會激怒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也就是中國 你現在要補充 其實德國這一點 我覺得是一個滿突破性的作為 因為過去確實在歐盟國家來說 是很少數來穿越台海峽的 包括去年法國大概是首次 所以德國這次在考慮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政府內部的一些掙扎所在 包括你可以看到 德國他們有公布 這次他們這艘軍艦的一個航線圖 這個路線圖 結果他各種地方都去了 但是有關從南海到日本這一戰 因為有可能是穿越到台海的部分 他是沒有寫 他沒有畫 就是直接用跳點的方式去敘述 所以可以看得見德國在這個部分 大概還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 但是不可否認是什麼 德國這次派遣軍艦來到印太 甚至於參與美國所主導的 一些相關演習 這個在德國來說 是一個非常突破性的作為 因為德國過去是不希望參與 各種各類的一些軍事演習 甚至於很避免就是說 被捲入到其他區域的一些戰爭 或者情勢之內 所以德國最終做出的決定 我覺得中國會觀察 台灣也會觀察 對區域是有影響的 這段空白 他說我那時候飛起來了 船長 就這樣 這看起來有一點像歐洲 的新八國聯軍 大家在看在美國所主導的 美中大戰 如果有機會瓜分中國的話 大家想要分一杯羹 所以現在反正就是先參與腳 以後才有發言權 但是整個的情勢看起來 就是整個全球的情勢 美國在求戰 美國要求戰包括烏克蘭 以色列 以哈 包括現在在東亞 亞洲這些國家都怕中國崛起 但是歐洲的這些不怕中國 所以中國有機會 所以為什麼他要再加強歐洲的這一些 來跟美國的冷戰 抗衡 所以基本上來講 中國現在還不足以 因為整個在美國人家之下 圍堵中國 中國沒有實力一戰 所以應該他不會積極的求戰 但是長期的發展 中國會興起 這個是台灣的角色 台灣要看清楚這樣一個局面 台灣人拖就要拖 不要再捲入在這樣一場 美國所主導的這一場 可能興起的一場災難 政委 我在想說這一次他們 美飛建兵間跟澳洲 這樣子的一個軍演的時候 我覺得德國這角色 確實是很特殊的 因為在二戰之後 德國本來對於整個國際相關的 跟軍事有關的參與 其實本來就是相對保留 他這一次來 雖然說他們的外交部跟國防部 看法其實不一致 可是大家也都在關切 他到底會不會穿過台灣海峽 我們肯定也是非常的關切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比方說剛剛很多人都提到說 可能是個星巴國聯軍這個狀態 我就稍微提一下 這一次習近平到歐洲去的時候 他特別在薩爾維亞這邊的時候 他特別去強調25年前的 美國炸南斯拉夫大使館這件事情的時候 25年前 當時坦白說 中國是把他吞下去了 然後後來其實是 美國就賠償了他們傷亡者450萬美元 然後賠償中共2800萬美元 用賠錢的方式了事 可是也引起了 就是在北京這邊的時候 大陸非常強烈的一個反美示威活動 然後也把人家大使館搞到亂七八糟 後來賠了快300萬美元 對 中國也賠美國 對 中國也賠了美國300萬 可是那個事情當中的時候 他是用賠錢的方式了事 可是這一次習近平去 就是薩爾維亞那邊的時候 他特別強調一個點說 這個事情絕對不能夠再讓它發生 就有人就說 習近平可能也這個機會 在跟美國叫板 就表示說事實上25年前的中國 跟現在的中國 其實已經大不相同了 所以中國現在他們可能會 更有底氣的 其實對於美國接下來 可能會產生的各種的壓力 他們也許會有更有抵抗的權力 就像這一次 其實法國也希望透過 中國這邊的時候 然後去影響 烏爾戰爭後續的一個走向 接下來其實普丁 他要去北京這邊 去訪問的時候 我覺得也都是我們 很值得去觀察的地方 我覺得這一次 肩并肩這個事情當中的時候 我覺得要特別講一個點就是 他們其實在巴丹島 離台灣非常近 才100多公里 而且其實台灣是有包機 直接飛巴丹島的 這個點我就想到說 其實我們立法院裡面 其實本來只要到 太平島去這件事情 我們原本是預計5月16號 現在因為5月17號 有重要的表決事情 我們現在可能會把它 延到5月18號去 剛剛趙大哥提到一個點就是說 現在大家都想要到這邊來 表示一個參與 至少刷一個存在感 包括德國去做這樣一個 大規模的軍事動作的時候 台灣在南海相關議題當中的時候 難道我們就自身事外嗎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國民黨這邊 是一直希望 蔡英文在下任前 能夠到太平島去 除了宣示 本來太平島就是 我們主權所及的範圍當中 我們對於南海這邊的影響力 也不能夠變成一個outsider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其實我們認為 其實蔡英文如果在520前 來不及去的時候 我們也主張賴清德就職之後 應該用最快的速度 到太平島去走一次 因為我們今年3月份的時候 太平島的港口才整修過 好好的才整修過一個 新的一個碼頭 我覺得我們有這麼強大的一個 主權的一個意義 在太平島的時候 怎麼能夠就當作沒有這一回事 這很重要的一個 花了十幾億 對個人來講 我常常覺得說 你們都在搶 算了算 我不搶 對 國家是很強 你們都搶 我也要下去搶 我不搶 就沒有了 國家利益就沒有了 就變成這樣子 需要再回來 你不是說 那裡會連結合作會 我還要不搶 我們應該不搶 原來可以見到 那個幫忙 把它帶走 音樂